各位同學每一個番茄呢 用輕輕的畫過 每一顆番茄輕輕的畫過 它的用意就是等一下你燙了熱水 要把皮剝下來 這樣子了解嗎 你每一個每一顆番茄都畫一顆 一條線用刀子畫一條線 畫完之後用熱水 用熱水燙一下 燙一下呢 那個皮就會下來了 你就要剝皮 剝皮完之後呢 我們也是一樣要用 我們要用鹽 十克的鹽再抓 抓讓它水分出來 抓了以後水分出來之後 我們再加糖 加糖了以後呢 我們再去煮 煮糖 我們再煮糖 把那個糖呢 用加熱的方式叫做 Condenser 用Condenser 就是Condensing 就是繼續用糖醃製嘛 醃製 醃製 這樣了解嗎 我們利用糖醃製 就是100度C 100度C 100度C的把糖放進來以後 煮喔 你盡量的煮喔 把那個糖呢 煮進去喔 要濃縮 我們有濃縮的動作 我們用 利用糖來濃縮 那第一個步驟 用鹽呢 是要把鹽水 進去底下而已 重點是要把那個水分 弄出來 就是 番茄紋生的水分弄出來 那皮呢 也弄出來 這樣剝了皮以後呢 加鹽進去 加鹽進去以後 醃製了以後呢 我們最後才把糖加進去 然後用煮的 煮的喔 我們把糖水煮出來 所以你過程中不要加水喔 番茄 請注意喔 醃製糖 糖製番茄 不要加水 直接加糖進去醃 好 在這邊請同學大家看到喔 我們 我們 我們把水煮開 把水煮開了以後呢 我們要加糖喔 我們 我們把水煮開了以後 把這個番茄放進去 然後呢 把皮 番茄的皮 去皮 好 番茄 只是燙青 殺青的動作呢 就是100度C喔 像我們這種小番茄呢 像我們這種小番茄呢 10秒鐘到1分鐘的過程 100度C喔 總之不要放過1分鐘 因為它的動作只是殺青去皮 放番茄進來 放番茄進來 燙青 剝皮 對 燙一下喔 然後大概10秒鐘大概就可以了喔 10秒鐘 10秒鐘到30秒或是1分鐘 燙了以後呢 再把它放進來冷水 然後再開始撥皮 好 現在我們 殺青完之後 弄冷水 放到冷水 然後就開始撥皮 我們現在要撥皮 就開始撥皮 這邊就開始撥皮 那就好啊 等一下 這樣就好啊 那這就好啊 這樣就好啊 可以了嗎 怎麼搞的 那這就好啊 這樣就好啊 你這樣就好啊 這樣就好啊 然後再打包起來 然後再打包起來 再打包起來 然後再打包起來 然後再打包起來 好我们现在呢每一颗番茄很快的把它剥皮 剥完皮我们再加一点盐进去 把里面的水分冰出来 然后再来呢我们再放糖进来煮 我们用糖必须用糖不要再加水 我们的动作叫浓缩 我们要放糖而且这个糖的浓度很高 我们是要用糖的腌制 要用小火请同学特别注意哦 用小火好不好 刚不是有画了一刀吗 你从那个画一刀的地方 从尾巴从尾巴画一刀的地方往头锅 然后呢最后用指甲把那个地头的地方把那个皮掐掉 这样会吗 从尾巴 好像在剥香蕉哦 加五克的盐进来哦 然后呢把粉之后呢把粉之后上这儿 五克的盐 三到五克的盐哦少许哦就 就抓抓出水之后呢我们就尽量的让它入味哦 它不是三到五克的盐只是要提味的只是要让它提味的 盐不要太多三到五克而已 然后呢再放进来 然后呢再放进来 这时候呢那个盐水不要进来 盐水不要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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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用在提味的 对把它做完 同学有空的同学呢 把番茄洗一洗 剩下的番茄洗一洗 把它做完 看一下哦 用小火放进来 用把所有的糖加进去 然后搅拌搅拌搅拌 腌制 然后呢你可以用两次 两次 两次把糖放进来哦 用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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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知道吗 同学知道吗 用小火 然后用糖分两批次加进来 然后呢用 尽量用小火把它浓缩 浓缩 浓缩 今天的 今天的番茄会非常好吃 会非常好吃的 它会比市面上卖的这个蜜餐好太多 糖融化 然后呢继续用两次的 就三十公克的糖 再加三十公克的糖 再加三十公克的糖加进来 那尽量一直让它浓缩浓缩 利用这个就是降低水活性 但是用糖的原理 刚刚萝卜是用盐的原理来腌制 那这个蜜 那这个蜜餐呢我们是用糖的原理来腌制 降低水活性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微生物的生长 我们就可以储存久一点 大概十分钟 用小火浓缩十分钟再加糖 再加三十克的糖 所以我们一共呢分两次加入糖 分两次加入 就是第一次三十公克 第二次再加追加三十公克 那你如果不想吃的太甜 你就加三十公克一次就好了 这样同学了解吗 糖而已哦 我们没有再追加糖了 就是三十公克的糖 就三百公克 三百公克的番茄加三十公克的糖 就继续这样把它 把那个水分蒸煮完毕就好了 最后我们把那个一百公克的糖呢 放进来然后慢慢把它煮干 把那个水煮干 小心哦 你如果加一百公克的糖进来的时候呢 就是要小心不要让它焦糖了 因为那个这个锅子的火太大的时候呢 很容易焦掉哦 所以你要在旁边看着哦 好 来 那有些同学已经可以 有成品了哦 他们就是把它 哇 好棒哦 你看有些同学哦 有些同学已经做成这个 成品出来了 你看哦 有些同学是这样 好 这个都很棒的哦 你看 各位同学先看一下哦 这边番茄 番茄哦 做完 这是我们今天 糖制番茄的成品 你看有油光哦 看起来油光漂亮 那这是糖制番茄